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多数国家在今年5月份初步达成了一项协议 该协议旨在加强各国沟通 消除抗议中的行动障碍 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 9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和协调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决议 在参与投票的193个国家中 有169个国家投出了赞成票 美国投了反对票 不过仅获得了以色列一个国家的支持 两国的行为与全球浪潮显得格格不入 最终这一协议以169比2的压倒性优势获得了通过 可以说 该协议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 是人心所向 众望所归 而美国又一次选择占到全球169个国家的对立面 作为联合国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 当天压倒性赞成的投票结果是联合国大会团结一致的有力证明 而俄罗斯表示 这一结果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 报道称 这项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却是当天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受到最广泛响应的一项 决议称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之一 开展国际合作 践行多边主义 团结互助 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 呼吁各国采取以人为本 注重性别平等充分尊重人权的应对措施 决议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停火倡议 深切关注疫情对武装冲突地区影响 继续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决议敦促会员国及政治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等 促进包容和团结 反对种族主义 仇外 仇恨言论 暴力和歧视 从这一决议的核心内容来看 美国的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尤其是承认和确立世卫组织在全球新冠疫情抗击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条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一直攻击世卫组织不作为 对其百般刁难 先是对其断供经费 随后索性直接宣布退出 美国就是想绕过世卫组织 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抗议组织 美联社报道称 当天除了在决议表决中被碾压之外 美国也试图在决议内容中删除多个段落 结果同样是被压倒性多数所击败 最终未能取得成功 而古巴的提议却获接受成功地修改了决议中的一部分内容 联合国大会以132票赞成 三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同意修改了决议内容 除了反对决议中有关制裁的部分内容 美国还反对所有提及特朗普政府停止资助世卫组织的内容 并指责世卫组织和中国 对此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做解释性发言时 严厉驳斥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武端指责 耿爽表示 美国代表的发言完全是在滥用安理会平台 滥用安理会会议 是在传播政治病毒 服务其国内政治 今天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安理会第2532号决议落实情况 讨论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携手应对疫情 而不是相互指责 转嫁责任 今天会议的基调是团结一心 紧密合作 而不是进行政治化 污名化 美国代表的发言充满政治恶意和肆意攻击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完全拒绝 相信多数安理会成员对此也不认同 耿爽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中方本着公开透明 负责任态度 及时有效采取全面措施 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 中方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通报分析 疫情信息 并公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为全球抗疫斗争做出重大贡献 中方的努力和贡献 得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赞扬 耿爽指出 反观美国作为世界上医疗条件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 现在却是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政府不集中精力抗疫 却一直试图转移视线 嫁祸于人 这简直是个耻辱 将疫情政治化 污名化 标签化 自私自利 混淆是非 转嫁责任 伪过于人 挽救不了生命 更不能控制疫情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耿爽表示 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切实负起责任 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保障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上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外交官 我们对美国民众遭受的苦难 深表同情 他们是美国政府政治操弄的最大受害者 我们祝福美国人民早日战胜疫情 恢复正常生活 耿爽强调 美国不仅嫁祸中国 还无端指责世界卫生组织 公然站在世界各国的对立面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成了孤家寡人 就在国际社会竭力通过联合国协调各方力量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美国仍在狭隘地将注意力放在寻求支配联合国 甚至利用联合国系统打击 被它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 这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时日的言论可见一斑 在当天同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 布莱克伯恩的一场视频对话中 克拉夫特将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联合国秘书作为美国志在必得的战场 他称 为了打压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 必须确保更多美国人和志通道合的国家进入联合国系统 美国在联合国秘书处中的人数不够多 是失衡的 他还表示将利用一切机会在安理会攻击中国 不论所涉及的是什么议题 克拉夫特女士这番言论 表明美国政府把联合国当成了服务其狭隘国家利益的政治私器 再次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待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消极立场 对此我们应思考三方面问题 联合国到底该如何改革 美方破坏性行动对联合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美在联合国应建立何种关系 首先联合国属于世界各国人民 而不是美国一家的工具 克拉夫特女士为美国积其所谓 志同道合国家在联合国的职员数失衡打抱不平 其言下之意是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职员数太多了 但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在联合国的职员数究竟是太多还是太少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职员数占比仅为1.2% 不仅远低于美国的4.8% 也远低于G7的平均水平2.6% 联合国确实需要一定改革 但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作为方向 而非像克拉夫特女士说的那样 进一步扩大美国及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的绝对优势 其次特朗普政府站在了世界各国的对立面 是多边主义的最大破坏者 当即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比如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严重传染性疾病等 都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合力应对 但恰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 正当世界最需要多边主义的时候 多边主义却遭到冲击 特朗普政府奉行狭隘的利益观 对多边机制采取合则用 不合则器的单边主义政策 2017年以来 美国终止或大幅消减 对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绿色气候基金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等机构的资助 并先后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 人权理事会 世界卫生组织及巴黎协定 全球移民契约 伊朗核协议等多边机构和协定 另外美国还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 新法官甄选程序 致其陷入瘫痪状态 这种拒绝多边主义和轻视国际组织的政策 严重阻碍了多边机制作用的发挥 极大削弱了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合作 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和意愿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应该做的是去反思 美方在美国优先大旗下的所作所为 对联合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多大伤害 在此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肆意抹黑和打压 严重恶化了联合国的政治氛围 中美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保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对于联合国发挥作用意义重大 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一再渲染大国战略竞争 并把多边领域作为打压和遏制中国 等新兴国家的重点之一 在联合国美国带头抵制中国倡导的 合作共赢等理念 攻击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国际社会对此已经明确表达担忧和不满 克拉夫特女士称将利用一切机会 在安理会攻击中国 这一不负责任的做法 势必加剧联合国内部的对抗色彩 甚至导致联合国陷入难以作为的境地 联合国不是美国的政治私器 美国政府不能罔顾国际社会 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期待和追求 在联合国迎来成立75周年之际 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美方的单边主义 和强权政治做法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